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习近平用词激烈 四中全会会有大事发生吗 自从中共在8月30号宣布 决定要在10月份召开19届四中全会以后 会议的具体日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宣布 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就是习近平在发出的讲话和文章中用词非常激烈 这是否预示着四中全会将有大事发生呢 今天我们就来谈讨一下这个问题 9月3号也就是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上一篇讲话当中 连续用了近60次斗争这个词 这个频率之高令人诧异 到底习近平讲斗争是斗争谁 要跟谁斗争目的何在 然后到了10月2号 也就是习近平就任后最大的一次军一演的第二天 发表了以前的一篇讲话 谈到了苏联解体 在这个同时习近平讲要敢于刀刃向内防止获取消强 那这实际上就点名了嘛 习近平讲的斗争 他的这个目的这个锋芒所在是指向党内的 是吧 也就是我觉得指向党内的江派 就是他的最大的阵地 然后到了10月13号 习近平在尼泊尔一个讲话当中 讲到他说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 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粉身碎骨用之到了极端了 所指很清晰的就是说要警告那些 拿香港台湾来搅局的内部政敌就是江派 叫他们不要忘乎所以结果会很惨 粉身碎骨嘛 很明显我认为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他的最大的威胁 在于党内的江派势力对他的这种企图 也就是江派势力在利用中美贸易战 香港事件以及经济滑落 要向习近平挑战 要他承担罪责 要他下台 实际上我们知道嘛 这个贸易战实际上是中共内部这个江派执政时期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掠夺性的这种贸易关系 五月份那一次 中美之间几乎要达成了协议 就是说按照美国的讲法 90%到95%是吧 要达成协议 但是却是被江派的这个韩正搅黄了 这很明显 所以这两个是都说明在贸易战中 江派实际上是搅乱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黑手 而在香港事件中 实际上韩正港澳办中联办 实际上也是不断挑起争端是吧 扩大事件的一个主要的黑手和承担罪责的人 因此不管怎么说 习近平这次如果在四中全会上遭到挑战 实际上江派是要利用这些事情 让他承担罪责 让他下台 而这个承担罪责不单单是引咎自责 这个下台也不单单是你退下去就算了 江派实际上是要用这个事情来全面的 对习近平前几年对他们进行的反腐打僵 这一点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 是要习近平掉脑袋 要叫他坐牢的 是吧 这个事情对习近平来说 是一个生死的一个博弈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是比较逐渐逐渐的意识到这件事情 这个严重性 是吧 那习近平讲的这件事情 要这个刀刃向内防止获取消枪 实际上这么严厉的这个说法 意思就是他将用铁拳来回击 不会坐视待毙 同时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种造势 就是用言论来造势的一种做法 目前我的看法 习近平的有利之处就在于 他仍然掌握着最高的权力 就是政军大权 如果说习近平决定要把江泽民 郑庆红韩正这些人 抓起来逮捕起来 那马上就可以做到 而且时纳就稳 这一点在习近平来做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吧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目前的局势的变化 是瞬息万变 就是习近平现在的地位 非常微妙 虽然有大权在握 但是还是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就当然跟江派对他的各种的发难 各种搅局 各种因素都参加在里面了 那习近平不利的方面就在于 习近平的得力助手 就是过去几年 辅佐习近平反腐 打江的王启山 实际上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 来作为他的助手 是吧 而赵乐际 实际上因为有陕西省的案件在身 所以习近平对他并不是很信任 是吧 而且他本身 对江派高层的这个抓捕啊 这方面的话 也没有重大的突破 这点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另外更主要的 就是江派成员 韩正 王沪宁 可以说一个是在国务院的实质部门 另外一个是在中共的这个文权部门 从两方面一时一须 在撤走习近平 对习近平提供假情报 是吧 使他做出错误的这个决策等等 这个来说对习近平是一个围剿 实际上习近平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有利的方面 也有不利的方面 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 能不能有效的主动出击 那就显得非常关键 现在江派跟习近平之间 不管是在十九大上面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协议也好 或者是口头的默契也好 现在江派本身对习近平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习近平的绞杀反扑 即使有任何的这个协议或者默契的话 他们也是违反的 对习近平来说是置于死地 是吧 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从手法上也是这样的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韩正在重庆 让新加坡的副总理访问重庆 然后呢 让新加坡的副总理间接的提出 就是习近平的接班人这个问题 就是暗示陈敏尔 重庆的书记会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江派的一个阴谋 是江派向习近平反扑嫁祸于人的一种做法 而不是说习近平真的要有什么这个接班人 我们可以从几点来看嘛 第一个实际上韩正是怕什么 怕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期间前后 是吧 对他下重手 问责他或者是清除他 因为很明显嘛 韩正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签协议的过程中 在香港事件中都起到了一种搅局的重大的黑手的作用 他很害怕 所以他借这个机会 实际上是提出来习近平的接班人 表面看来是向习近平进行书臣讨好 但实际上是一种嫁祸于人的做法 为什么很明显嘛 中共天灭 天灭中共在即 是吧 中共在历史上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血战 在历史的下一个时期绝对不会再存在下去 所以就根本不会存在什么接班人的问题 你谈习近平的接班人 这是一种很恶毒的高级黑的做法 韩正的表面上是讨好习近平 实际上是给习近平套上一个绳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挑拨陈敏尔跟习近平的关系 当初跟挑拨王启山跟习近平的关系 挑拨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关系 这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一种做法 都是江派的一贯做法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实际上就是一种高级黑 习近平延长国家主席的任期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已经是通过宪法的规定 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一个问题 那现在又提出接班人的问题 那就是说对习近平进行挑战 是一方面让你习近平自我矛盾 表面上是讨好习近平 实际上是对习近平的一种高级黑 所以韩正这么做法 就是把陈敏尔跟习近平 变成一种接班人的关系 这一点来说 是给习近平挖了一个坑 做了一个陷阱 给习近平掏了一个绳索 因此习近平在私中全会上 是不是主动反击 有力的制衡江派 这个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为江派这个反扑 我们刚才已经简单的提到 是有争无减的 刚才讲到韩正 让新加坡副总理到重庆去 实际上借陈敏尔接班人的问题 向习近平进一步进行反扑 虽然说我们不了解 现在习近平跟江派之间 斗争的这个具体的内幕 但是从公开的报道看 如果习近平不能够有效的压制江派的话 那现在很多现象都不会出现 比方说最近出现一个非常蹊跷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刘鹤从中美谈判回来以后 跟韩正两个人同时在不同的地方 都发表了对中美谈判签约的正面的讲话 刘鹤是在江西 10月19号星期六 一支会议上他讲 中美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实施性的进展 第一阶段协议签订是奠定了基础的 这个就跟美国美方对中美之间的协议 这个说法一致的嘛 刘鹤能够在回来以后 经过了政治局会议 或者政治局常委这个开会 这个以后讨论以后 公开的这么讲 实际上就意识着 习近平的意见占了上风 压倒了江派的助长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迹象 再有一个就是在同一天 10月19号 韩正在青岛一个跨公司的会议上 他大讲中美协议正面的话 是吧 他讲基本上这个中方要继续降低关税 排除非关税壁垒等等 支持贸易协定的话 他上一次在5月份的时候 主张是什么 这个美国一定要把这关税拿下去 如果不拿下去 那就贸易协定就不签订 那现在的话他不讲了 他讲的是什么 要降低中国的贸易关税 而且要让跨公司在中国的这个投资 有更多的发展余地 等等这些话 韩正从表面上看 至少是服软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对他施加了高压政策 压制这个江派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否则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这么讲 而且他这一次是公开出来这么讲 主动出来这么讲 不一样 还有一个 韩正在重庆是暗示成名尔 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他是要给习近平做一个圈套 是吧 下一个陷阱高级黑 把习近平跟中共捆绑上去 另外一方面 他从表面上也有讨好习近平的意思 他为什么要讨好习近平 当然是感到害怕嘛 习近平可能是在四中全会上 要对他下手 或者对他进行问责 我们上次曾经分析过 中美之间要达成贸易协定 光靠刘鹤在谈判桌上 做技术性的成功 这一点达到 这个是必要条件 但是还是不够的 最主要的是习近平要在国内 要有效的压制江派 打击江派 清除江派 同时清除自身的保党情节 那么从现在我们上述 讲到的这些迹象来看 习近平确实在压制江派 很可能是在克服自身的 这个保党情节方面 做了一些事情 有这个迹象 如果习近平能够继续沿着 打击江派 压制江派 同时清除自身的保党情节 这条路走下去的话 我觉得江派在四中全会上 要捣乱发难 是吧 向习近平问罪 这个可能性 这个机会是不大的 也有一种可能不能排除了 就是什么 习近平可能会向对美强硬 同时不断的破坏捣乱中美协议 同时在香港进行捣乱的韩正 可能会问责 或者甚至清除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这个就是习近平用词激烈 我觉得真正的含义 但是呢 具体怎么做 还取决于习近平 本身对共产党 是不是能把它清除掉 是吧 而且对江派的这个清除 是不是能够彻底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记得 全世界 我们下午